纵葛肿瘤是什么病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李少民 闲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胸外科主任医师 纵葛肿瘤指的是 我们在两侧肺之间 有一个组织叫纵葛 隔着两侧胸腔 这叫纵葛 纵葛上长的东西 我们都叫纵葛肿瘤 那么包括很多东西 你像淋巴瘤胸腺瘤 神经原性的肿瘤很多 纵葛肿瘤的诱发因素不明确 这个不明确 我们都是奇检 或者是有症状时发现 没有诱因 纵葛肿瘤有些没有症状 奇检是发现的 那么有些是有压迫症状出现的 你像皮肿囊肿 它很大压迫了心肺 就会出现症状 或者是压迫了食管 压迫了气管 出现咳嗽会吞咽困难 就会发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